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来到我们公开课的有在前排就座的六名我们面向社会招募的考古学员 欢迎大家 在观众席就座的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热爱考古的朋友们 也欢迎你们的到来 今天咱们这个考古公开课开始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的话 你会选择哪个朝代 我觉得想穿越回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一个是这个比较早 这个穿一回他不冤 回明清这个离得太近了 这个上远一点的地方长长眼界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思想很活跃 然后都是名人走在路上 没准遇到这个孔子啊 庄子啊什么的 我得跟他们聊一聊 探讨一下 好 不错 你这个想法很奇特 我想的是想回到唐朝 因为一直听说唐朝盛世嘛 说那个时候 其实外国人可能比现在还多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穿着打扮什么的 让我也觉得就很有特色 又包括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不是以丰满为美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女人肯定特别幸福 可以大吃特吃 所以特别想回到那个时代 不用考虑减肥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 那个我也想穿越回唐朝 你也想去唐朝 你们俩可以就伴 据说唐朝的当时那个护照 特别的好用 然后可以到处去旅游 是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唐朝就有护照 如果我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汉朝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汉府呀 我想穿越回宋朝 因为宋朝和唐朝一样 文化非常的繁荣鼎盛 而且宋朝人这个公务员 这个工资特别高 好了 大家都打完了 看来啊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令人向往的地方 都有它的特点 是不是 那么今天我们考古公开课呢 将带领的大家 穿越回一个在历史上 曾经无限荣光的盛世 而且在当今考古发现上 也能印证它的盛世之景的 这样一个朝代就是汉朝 2011年 一座千年大墓被亿万发现 从而揭开了我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 大汉王朝的盛景 这就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 西汉海温侯墓 墓主人刘鹤在墓中 沉睡了两千多年 经过历史五年的考古发掘 最终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 有随处可见的精器 玉器 漆器 青铜器 以及针车马陪葬 全套乐器组合 六千多片竹简木头 还有兵器 生活用具 娱乐用具 甚至医药用品 刘鹤就这样 带着他一生的财富和拥有 赫然出现于世人面前 让人们对他 以及他所生活的历史时期 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西汉海温侯刘鹤木 这是近年来最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 这次发现呢 让人们认识了宝藏男孩刘鹤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 就是海温侯木考古发掘队的领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 杨军研究员 我们掌声请杨老师来到舞台上 杨老师好 杨老师好 杨老师我知道您是第一位 进入到海温侯木的考古研究者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第一时间 能够如此近的距离 与海温侯接触 这个时候 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当这个墓葬的果实 一打开的时候 给我的一个 最大的感觉 震撼 太难得了 经过两千年之后 所有的这些随葬品 还都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被盗绝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 我的同事 就在说 杨老师 这哪是一个墓葬啊 这就相当于一个藏宝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首先第一个想法 这么多丰富的随葬品 如果我们发掘过程当中 没有把它保护好 这是巨大的损失 第二个想法就是 我一看到这些随葬品 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一个 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那我们在两千年之后 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已经逝去的 至少是他的背影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随葬品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 西汉时期繁荣灿烂的文化 从这个社会对海昏侯木的 这个关注程度来说 也说明了海昏侯木啊 它可发掘的不仅仅是这些文物 关键是还有文物背后的那段历史 那么今天您准备从哪几个方面 为我们来讲述这些文物 还有那段历史呢 我想一下 大概用四个字来概括吧 财 财就是财富 工 工 工艺 工艺 食 饮食 艺是艺术 包括思想 艺术 好 现在我们就用掌声请 杨军老师为我们一一道来 我给大家要讲述的 第一个字就是财 在西汉王朝从汉初的修养生息制度 通过了文锦之治 最后到汉武帝的时候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我们通过海昏红木的发掘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繁荣的一种景象 比如我们发现了堆积庐山的五株钱 大家想知道这五株钱有多少吗 两百万枚 重达十多吨 按照我们当时的汉代的肚量痕制度的换算 能够值多少相当于五十公斤 黄金 当时一个豫章军 军手 他的俸禄才两万钱 这里有两百万枚 同时很多专家就在说 海昏红木实际上挖出来了西汉的一个银行 这钱出来之后 我们就有考古队员 还是一个博士 他的工作是干嘛呢 就是数钱 而且他会跟我们说 数钱这个工作非常枯燥很累 我们所有的考古队员就开玩笑说 大家都很羡慕你 提早过上了数钱数到 首抽筋的日子 实际上他这个数钱非常非常有意义 他居然数出了 怎么样 一千文为一贯 也就是一串 这样一个货币的计量方式 我们所说的千文为一贯 这样一个货币计量方式 一般是指唐宋以后的 但是在西汉的时候 在汉武帝 在刘鹤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 只是当时没有形成定制 同时海昏侯木的财富里面 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 而且最亮眼 具有冲击力的东西 是478件 金器 这个金器是什么 它是金饼 马蹄金 零尺金和金板 重达115公斤 其中金饼是385件 金板20件 马蹄金是48件 零尺金25件 所有这些金器 反映的是西汉王朝 那种财富富足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文献上都认为 西汉是一个多金的王朝 我们从海昏侯木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也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 中国汉代考古里面 出土黄金最多的 马蹄金 零尺金 是什么 是纪念品 也就是说 汉武帝 祭天的时候 他看到了三种祥类 一种是纯白的麒麟 第二个是 敦煌窝窝水一带的金马 第三个就是 泰山出现的黄金 他认为这是对他 统治的吉兆 所以就命令 把天下的黄金 做成马蹄零尺杖 颁赐给诸侯王 和有功的大臣 这个纪念品呢 你看 它上面 有花丝镶嵌的 这种细金的工艺 同时上面 还有的镶嵌的琉璃 所以这是 马蹄金 零尺金 通俗的讲 就是相当于 我们现在 中国人民银行 发行的一个纪念碑 所有这些 金器里面 上面有上中下 这个名文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 一个定论 这还是一个 未解之谜 第二部分 就是金饼和金板 金饼和金板是啥 是海昏猴的黄金储备 它是具有储藏功能的 硬通货 平时是不用的 只有在大宗贸易的时候 才能用 在西汉的时候 把黄金称为上币 把五租钱称为下币 实际上日常生活当中 所用的是五租钱 只有在对外贸易 大宗贸易的时候 比如和西亚 欧洲 罗马做生意的时候 才会使用 这样的一个 金饼和金板 它是一个 硬通货 同时 这个金饼 上面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什么 咒金 什么叫咒金 咒金 咒是什么 咒是一种酒 而且这种酒是 正月的时候酿造 八月十五的时候 才成熟 正好八月十五的时候 是西汉皇帝 既祖既太庙的时候 所以皇帝既祖的时候 所有的诸侯王和列侯 要尽献 黄金 叫做筑祭 如果你的这些黄金 短金缺两 成色不足 诸侯王是要削掉 很多封地的 列侯是要除国的 这就是汉代著名的 咒金 绿 文献记载 在汉武帝 曾经要打南越的时候 很多诸侯王和列侯 无度于衷 不想出兵 最后 汉武帝就是通过 他们所咒的黄金 短金缺两 成色不足 这种一种形式 就削掉了一百多位列侯 这就是西汉著名的 咒金 狮猴事件 其中五块金饼 上面是有墨书的 南方海昏侯 陈鹤 袁康 咒黄金 一金 非常清楚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咒金制度的一个 实物的证据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您的这番讲述 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海昏侯墓的这种发掘 带给我们的震撼 现场的观众 学员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海昏侯的墓里 发现了这么多的黄金 但是在其他的汉墓里 却没有这么多黄金 是因为海昏侯的这个墓主人 他的身份比其他的人 身份地位要高贵吗 这么多黄金 证明了西汉 是一个多金的王朝 比如像中山晋王 刘生墓里面 也发现了 四十多块金饼吧 中山淮王刘修墓 也发现了 马蹄金 一个大马蹄金 一个小马蹄金 还有一个零子金 第二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黄金 在海昏侯墓里面 按道理说 这些财富是要传给后代的 后人 所以在他的墓葬里面 不应该出现这么多黄金 包括中山晋王 包括淮王 刘修墓 都能证明这一点 但是海昏侯墓 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海昏侯是死后被除国 除国之后 他的家人就变成平民了 平民是不能够享用 这些贵族 特别是带有这些 王侯标志的财物的 最后怎么办呢 因为海昏侯这样的一个猎侯 他死之后 他的家人是没有权力 来处置他的葬礼的 是要中央王朝派官员来 主持他这个葬礼 怎么办呢 就把这些财富 包括金子 玉器 所有这些财富 埋进了他这个墓葬 这就是我们看到海昏侯墓 出土了这么多黄金的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您 就是这个出土了这么多的金币 包括马蹄金什么的 它的纯度到底如何 做没做过检测 我们还真做了检测 我们对这些黄金 特别是金饼做的检测是啥呢 发现它的纯度都达到了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甚至它那个五块皱金的金饼 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 所以它的纯度非常之纯 大家就想知道 它为什么有这么纯呢 它有什么方法呢 那个年代怎么练出来的呢 就是经过很多专家的研究和试验 他就认为 这个黄金是和水银 分合一起提纯 最后水银飞发掉了 这个金子的纯度 就达得到这么高 这就看到了我们当时 那种汉代黄金的提纯的技术 那个年代你想就提纯到这种程度 的确是不容易 对 它为什么要提纯 为什么 海昏猴目里面还发现了一套砝码 这些砝码就是称贵重黄金的砝码 特度很高的贵重物品黄金 它的那个误差只能在半株以内 如果是误差太大了 这些猎猴就有可能失国 说它短矩缺两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就可以看到 这个财富的度量单位 包括黄金这些度量横的一些制度 这就是海昏猴目财富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工是什么 就是指工艺 从哪几方面来表现呢 第一个就说玉器 玉器实际上可以看到当时汉朝玉器制造的一个非常高超的工艺水平 最重要的这是有玉壁还有刘鹤的印章 包括玉锡 玉带钩 玉横和玉剑格 包括用新石器时代玉虫改章的龙形玉饰 刘鹤这枚玉印 可以看到当时的玉工 是把这块玉料带有褐色的玉料 做成向后的一个工会 同时像它的身上的羽毛 包括最后的尾巴都是向内勾转的 同时像它身上是有鳞片的 这样一只神鸟形的玉印 这是色形配 海昏猴目里面出土的色形配有三件 我们所说的色就是最早先秦时候就是色剑的一个扳子 中间的那个河有一个远古 就是当时最早的色的圆形 上面一个同时还有一个尖尖出来的地方 就是当时勾悬的地方 这一件是海昏猴刘鹤腰间佩戴的一个色形配 它是神龙和那个神鸟互相缠绕在一起 有云 好像这样的一个神兽是飞翔在那个 阴运的云气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汉代工艺水平的代表 同时这一件浴室剑 大家可能看到很萌 它的眼睛看到右手的东西 好像右手抓了一个什么东西 左手是扒在耳朵上面 而且是跪得要起跳的一个姿势 这就是它是作为什么 它是一个欠具 我们所说的相欠相欠 它是欠在一个 欠气的一种崇尚 汉代人还认为 人就通过欲可以进行尸检 人的灵魂就可以升天 这所以在汉代的时候 用欲的制度就出现了 所以河北中山晋王刘顺 包括须于大云山汉墓 徐州的楚王墓 都发现了金吕玉衣 这应该是属于中山晋王刘顺墓的 所以发现了玉衣 海昏侯墓 实际上他没有用金吕玉衣 他用了金吕流离席 因为黄长提凑和金吕玉衣 是要皇帝特赐的 只有皇帝赐了死之后 他能采用 皇帝没有赐 他是不敢用的 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他是有制度规定的 怎么办呢 为反映他的身份 他用了一个民间认为 比玉还要贵重的 一场金吕的流离席来下账 而且还不够 在流离席底下还放置了100块金币 好 谢谢杨老师为我们普及了大汉王朝的玉文化 现场的观众朋友 学员们 课讲到这儿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看照片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预章嘛 就是那个大刘 这个大刘是什么意思 你理解他应该是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他这块写的是他的名字刘鹤 这儿写一大刘 听着感觉像小名一样 大刘小刘 但我觉得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大刘是什么 是指的是他另外一个绰号吗 还是什么 这枚大刘记你看 它是一个闺女 一般西汉的猎猴 祝货王都是使用龟牛 但是他这个印章上面就写了 大刘记印 这个刘鹤玉影是出在他的主观内的 挂在腰间的 这个是出在主观外的 就有专家 有学者研究 实际上是对他身份的 一个隐晦的一个臣夫 也就是说他曾经当过昌义王 还当过皇帝 最后再回到昌义城 啥都不是 所以在他对外交流的时候 要证明自己 他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既当过皇帝 又当过诸侯王的这样一个姓刘的 实际上他反映的还是海昏侯 刘鹤本人对西汉王朝 对这样一个家 我是刘家的子孙 一种家国的情怀 那么杨老师我想问问啊 这座大墓里除了这个玉 还有哪些文物 让您觉得它的手工艺水平 已经足够的震撼 还有漆气和青铜器 漆气和青铜器 好 那就接下来 请杨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 海昏侯墓里面 出土的漆气有多少 将近三千件 给大家一个数字 整个汉朝的时候 发现的漆气就是四千多件 海昏侯墓里面就出土了 将近三千件两件 占到了现在目前出土漆气的一半 我们透过这些漆气 可以看到海昏侯刘鹤这个时代 也就是汉朝这个时代 漆气的一个高超的工艺水平 大家知道漆气在新石器时代 包括和姆渡就开始出现了 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 但是漆气到了西汉的时候 是达到了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漆气 包括它的胎有木胎 有夹筑胎 木胎就是木质的 包括挖成一个形状 还有夹筑胎 夹筑胎是什么呢 就是用泥或者其他东西做一个内膜 上面就用布贴上去不断地涂上漆 最后把那个内膜去掉 就变成了一个漆气叫做夹筑胎 也就是后来的像脱胎一样的脱胎漆气 有了这样一个夹筑胎的工艺 所以使汉朝的很多漆气 包括发脏用的漆盒 小器件都能够做成 木胎就很难做到 同时这样一个漆气 包括它的连盒 包括这样的漆盘 那这上面就可以做上非常精美的花纹 这是海昏红木里面出土的连盒 贴金片 扣银边 这样的一个工艺 这是马王堆出土的成套的漆盘 这是那个器官 上面都有精美的漆化 我们通过这个海昏红木 包括马王堆 包括其他一些漢木出土的这些漆气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汉代漆气制造的 非常高超的工艺的水平 同时这些漆气上面 让我们看到了 当时西汉物热公民的这样一个制度 什么叫物热公民 就是这样的一个漆气上面 会写明哪里造的 用了多少钱 等于说哪一年造的 就相当于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 一个说法 很多文献记载 就在汉代一个七杯子 相当于十个铜杯 一杯券要百人之力 我们所说的一个七瓶风 要万人之功 所以可想而知 汉代当时七七的珍贵 海昏猴刘鹤木 这座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大墓 渐渐清晰地暴露在人们眼前时 人们发现 文物经过两千多年的掩埋 更应遭遇地震和地下水的浸泡 大多数已是压扁变形 破碎不堪 甚至面目全非了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我们邀请到了 海昏猴木实验室考古负责人 李存信老师 他将为我们介绍 如何利用科技手段 来清理和保护文物 以及如何还原文物 昔日的风采 我们在这个海昏猴工地现场 首先我们知道 它的淤泥非常多 黑乎乎的 就是上面 这是我们经过有效的 一个清理以后的 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个头箱里边 有两层七木核 但是七木核都压成了 非常薄的扁状了 一共出头来可能是14个 就这种大小不一的 呈长方形 正方形 圆形 还有其他形状的 这种七木核 包括这个是牧主人的 就是枕头的部分 在牧主人这个头部下方的 一个就玉置镶嵌的 一个木枕 它就破碎 看看它这个出土状吧 破碎层非常严重 基本上处于粉碎状的了 因为可能受到了外界 就很大的这种压力 瞬间把它砸碎了 就是在这个清理之前 我们首先得有一个材质认定 或者认定 我们某一个区域 能够出土 什么样的遗存 我们可以用一些 小遗器来测定 现在我们可以 请同学上来展示给大家 假如说这个 这个纸盒吧 像一个卧室的部分 内部是有遗存的 这个余存在什么部位 我们当初发掘的时候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我们经过一些仪器 来先给它做一下测定 就是这个探测一下 先对它这个图体 这不是过安检的那个吗 这是当然我们也可以 我们的好多分析仪器 就是拿来把刚才说的 各行各业的 就行之有效地 使用它的一些 正在使用的这些仪器 那这个能探测什么 这写的是金属探测 它就能探测 那是不是金属 就是探测金属 你来试一试 好像它过了变安检 就是这样的 可以在你身上试试 这就过来 就在图体里边 埋藏的有金属器 它可以探测的厚度 一般在十公分左右 超过十公分 它就对功效功率 可能就不够了 就探测不到那么深度 还有一种的就是说 你来拿着 你来就这样过一下 好 过一下 对 它有震动 就是 你来 你拿 很神奇 是震动 就是像手机 那个震动的 那个声音一样 就 你这是触电了 不是震动了 是吧 还真有震动 这就是说 它有两种功效 我们调到什么档位 调到声音的部分 它就会 铃声就响了 调到震动 我们要比如说 在一个区域当中 恐怕声音有妨碍 别人在做什么呀 我们就把它搁到震动 我们能探测出来 某一个区域 这就是一个整体上 在前期考古发掘 对墓藏某一个区域范围内 进行一个预检测 看看哪能出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了 我们要下一次发掘的时候 可能更有针对性 那老师 我有个问题 就是像您这个仪器 只是测金属是吗 那如果它里面是别的 怎么办 有别的仪器吗 别的 现在我们在对于这个 比如说矿物质的 玉石的 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端的 仪器设备 只是说金银铜铁锡 有办法了 现在是 有金属器 可以了 非金属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 非常有效的 这些检测仪器 那我们刚才已经拿 这个测金属的这仪器 测到它下面的确有金属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就可以去挖一挖了 看到它到底是什么 对 现在我们就刚才测出 测出来的这个范围 大概应该在这个中部 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就针对 中部这个区域来进行 先画一个小方块是吧 进行一个小发掘 就用我们的小猪签 先给它一点一点的 来给它剥离出来 来 你们俩可以上手 好吧 那咱俩就轻轻刮 轻点薄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之内 薄一点 就是同步 同步往下走 这个面一定要同步的 这是考古发掘 也就是说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面 明白了 你这发掘出来什么东西 露出一点金属物了 然后就在这个 然后我们再 还是在这个平面上 一年一年过来 明白了 这个土体啊 它应该要牢固的多 这个毛笔肯定刷不干净 可能得需要一个 稍微有点 需要一个刷子 这个刷子非常长 就是刷子非常长 这是烧烤的那个刷子 刷酱用的 刷酱的刷烤刷 但是这是考古现场 必备的 必备的这个工具之一 比如说刷的过程当中 万一要 还有点配弱的话 我们稍微触摸 可能就破坏掉了 这能用一些清新的 先把这个轮廓 吹一吹 先找到了 这样不是说更清晰吗 把这个所有的部分 都给它清洗完成 整个它这个出土物呢 整个轮廓 就全部显现出来了 要是栖木的呢 要预食的呢 要其他的释放之物呢 我们还要进行 下一步的这个检测 这是我们那个团队的 工作人员 周琦 现在就是专门用这个 精密色差仪的 来检测 我们这个出土遗存的 它的一些数据 我现在可以看见 这上面有很多的树 它们都代表 不同的数据 代表不同的 比如说颜色 我们看见上面 偏白偏红 就是满红啊 还有一些什么黄啊 什么偏黄等等 我们把这个数据 准确地把它录录下来 作为一个数据 把它保存下来 乱到这个出土状况 来继续对它进行一个 有效的一个处理和保护 另外我们可以再用那一件 这是一个酸度剂 酸度剂 就是说看看土体 液体酸减度 它这个酸度有多高 对它这个原物 就是材质的 这个原材质 它有多大的腐蚀影响 我们要把就是 它这个埋藏环境啊 要了解得非常清晰 现在测这个 就是这图体里边的 它这个酸减度 现在比如说 在7点多 还正在变化吧 因为它不稳定 通过这个有效的数据 我们把它 完整地记录下来 明白了 那如果我们全部测完以后 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对就可以拿起来了 但这件东西 我们是示意的 我们可以拿起来 但非常脆弱的 你想这个私房之物 衣服什么的 你可能就拿不起来 一拿就断了 或者就灰飞烟灭了 那样的话 就是在局部的 就采取一个 加固啊 封护啊 保护措施 像这件东西 我们比如说 它是一个用工具 可以把它轻轻地 就可以把它起开 轻轻地把它起开 然后这边先找一个 包装的一个盒 给它记一个标签 它是哪出土的 在图上要标明 标明它是多少号 我们要在图上都有 这第一件取出来 就假如说就是一号 第二件取得就二号 排列顺序 它这号永远跟随它 永远 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央视一号 就算是挖出 就算是已经成功了 它就是一号 谢谢 谢谢李老师 通过您的这番讲述 还有我们学员的亲自体验 大家恐怕对这个科技考古 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特别是我们能够了解到 这些文物的背后 考古工作者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 感谢李老师 谢谢您 好 接下来啊 我想请大家 看一组海昏头出土的文物 我想请学员们 你们猜一猜 这些器物都是做什么用的 我觉得这一幅图 右边这一个器物 应该是成水 或者是成某种液体的 它可以用来洗手 或者是也可以用来 成那种比较大份的汤 小的呢 小的我感觉 它可能会分装某些东西 可能是一份菜的不同的菜 然后分给不同的人 哦 是大的盛汤 端到桌子上 用小的来 分食 哦 你是这么想的啊 好 小达 我觉得最左边这个 可能是这个煮什么的 因为它这个肚子比较大 要是放点牛肉啊 煮点牛肉汤什么的 可能是好吃这个东西 第二个 它的名字可能应该叫燃 我觉得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博物馆里 原来见过这个 就是燃色的燃 这看起来好像到 不像煮什么 我觉得有点像 现在吃烤鱼的这个设备 在底下放上火 放上炭 上面烤着还挺像 下面有放炭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 哦 是 这边这个看起来 应该像是那种耳杯 可能就是喝酒用的 这个三国演义里面 就用这个 这样的喝酒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 跟都是汉朝嘛 可能跟这个有点相近 好吧 大家是各书己见 现在咱们就掌声 请上杨军老师 来为我们揭秘这个答案 杨老师 就盼着您来了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都没离开这个美食 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跟吃有关系 你看都跟吃有关系 和饮食文化有关系 那您一个一个给我们解读 这个叫做温顶 左边的这一个 右边的这叫揽炉 还真说对了 就是叫染 起码有这个字 染 染炉 但是海昏和墓发掘的时候 第一个温顶 这个温顶出现的时候 我们考古队员 包括专家 都非常形象地称它为火锅 就叫火锅 下面你看 上面是一个放炭的东西 放炭的一个盘 放炭的呀 上面有那个痕迹 放炭的痕迹 您先告诉我们这温顶 实际有多大 实际就跟我们 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北京的帅羊肉的火锅 大一点 大一些 那就是北京一般这么大 对 要大一些 这咱要真看见那食物 也许大家一下就猜的火锅 也许咱以为这么点了 是不是 实际上 通过我们现在的研究 这实际上 还真是汉代 吃火锅的一种方式 当时吃火锅是怎么样呢 所有温顶 它是有一个保温的作用 保温 它是把煮好的肉 放在这个温顶里面 保温 在这个 再配到这个懒炉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火锅 这懒炉 为什么叫懒炉 它上面那个铜耳杯 那个青铜的耳杯 里面是放了酱的 下面这个炉子是烧炭的 把那个酱温热来 从这个温顶里面 用柱 就用筷子把肉夹出来 再蘸着这个温热的酱 来吃的 这就是汉朝吃火锅的 一种奇怪 汉朝火锅是这么吃 中间这个大家好像 看法不一 中间的这一个 它是三件 合成一件 非常大 而且里面是双层的 双层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出现之后 我们整个考古队 又翻腾起来了 猜测就很多 和大家一样 有的人认为 这是做什么的 是做果汁用的 果汁 还有的人认为 是做酿造酒 做葡萄酒的 还有的人认为 这是炼丹的 炼丹 还有一种 认为 下面是可以 蒸煮加热之后 等于说就有蒸汽冒出来 最后蒸汽 从这个最后上面 通过旁边加了冷水 上面有一个 加冷水的地方 流出来 就有人怀疑 这可能和蒸馏酒 就我们所说的烧酒 烧酒 烧酒 有关系 最后我们请了那个 搞科技考古的专家 对里面的残留物 进行了测试 是什么 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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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那芋头 对 这就让我们大家就想到 还真有和部分专家认为的 蒸馏酒有关系 可能真的是这样 因为大家知道 在日本有一种清酒 到目前为止 还都是用芋头 作为主要的原料 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出现的白酒 一般有考古和文献 能够证实的是在元代 李时珍 烧酒 非古法也是原始创之 就一般是在元代 如果汉朝就能够做 蒸馏酒 白酒的话 那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现在没有定论 要必须经过科学实验 通过科技专家 白酒专家 最后论证 能不能做出烧酒 才能够定论 这也是海昏侯木 发掘给我们留下的 又一个谜题 论证还在进行当中 再看看这边 这个都是耳杯 这个玉器的耳杯 实际上叫做雨伤 雨伤 耳杯和水有关系 都和酒有关系 耳杯是用来喝酒的 喝酒的 这个玉耳杯也是用来喝酒的 叫雨伤 这就是都和美食有关系 那么接下来 杨老师就要给我们讲的第三个字 这就是食 我们请杨老师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了 虫草鱼类的药品 包括还有写有衣公午夜汤的气盘 这个我们当时刚刚取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进行了清理 一看就是下面那张图 很多人都认为是东虫下草的形状 就认为哎呀这里面发现了东虫下草 后来我们经过中医科学院黄露齐教授的团队进行了检测 最后发现它不是东虫下草 是熟地黄 就是人工炮制的最早的中药的衣存 同时我们在衣公午夜汤那个气盘上面 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海昏侯和文献记载是一样的 海昏侯的身体不太好 它有鸡尾 走路不方便 时不时要吃一点炮制的中药 还有夜汤鱼类的 所以这就是西汉饮食文化的习俗 谢谢大家 谢谢 考古就是这样 它可以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古人是怎么生活的 你看吃的用的有很多 甚至都是一样的 这可能也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的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要和杨老师当面交流 就是我看到刚才讲到的这么多 关于这个海昏侯的这个文物 联想到这个中山晋王刘胜的他的这个墓葬之中也是这个车马啊这个酒啊这是一大堆 这是不是跟汉朝他们有这种及时行乐觉得这个人生苦短要要在生活中多享受的这种思想也有关联 首先他是世史如世生他活着的时候享受什么样的生活 他死了之后在阴间里面阴间的世界同样要享受阳间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 汉代是以孝至天下 是这样一个理念 要反映你的孝就是什么 对长辈 对自己逝去的先辈 要厚葬他 所以他的风土修得非常非常高 比如非常非常大 让别人一看 这就是一个 你这个孝道 就是历代盗墓贼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汉墓十字九空跟这个也有关系 接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第四个字了吧 第四个字是艺 艺术的艺 我们掌声 请杨老师继续 在海昏红 请不 Harper 请不吝点赞 Bailey 和刹 tes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是认为它是作为这种王侯墓葬的标配 作为随葬不可缺少的一个随葬品 埋进去的不管怎么说 这些组简的出现里面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 让我们看到了最早的就是已经消失了1800多年的 齐伦语的版本 我们现在看到的伦语是经过了张昌侯改编之后流传到现在的 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论语我们就看到了它的片名叫知道两个字 知道片的片名简 所以认为是失传了1800多年前的齐论语 同时我们还看到这些海昏侯写给皇帝和海昏侯夫人写给太后的咒章 实际上上面咒章这些字就是汉吏 你看现在我们只要读过书的小学生都认识这上面的这个文字 还有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文物 就是有孔子画像的屏风 这是出土的情况 出土的情况 这是我们提取之后出来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屏风是什么 它里面是镶嵌了一面镜子 后面这是这面屏风的背面 上面有孔子及其地址的画像 看到这个孔子是目前我们看到最早的孔子画像 几个特征没有改变 高大 钩楼的机背和前凸的前额 这就是我们看到从西汉到现在一直 传承下来的孔子的画像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 而且孔子画像这样的七平风 出现在海昏侯墓里面 就让我们看到了西汉时期 汉武帝之后霸出百家 独尊如素的这样一个思想和文化 好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杨老师和李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大汉盛事的图景 我想请杨老师您给我们今天的考古公开课能不能做一个小节 今天就是我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海昏侯墓的 它大量的没有被盗的 捞乱过的这样的水葬品 是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王朝的一个非凡灿烂的一个文化 而且这样一个文化是一直没有锻炼 一直传承下来的 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是我们中国特有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 好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真的今天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两位老师 就是带我们重回大汉王朝 让我们感受到了汉王朝的那种大气与辉煌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